大家好,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这是商业协议,不像撕毁一带一路协议那么简单,要付出经济代价。 据路透社悉尼5月3日报道,澳大利亚将重新评估一家中国企业获得的澳北部港口的99年租赁权,此举可能进一步加剧北京与堪培拉之间的紧张关系。 该报说,防务官员正在调查是否应该属于所谓国家安全的理由强迫中国企业放弃其对达尔文港的所有权。 随着澳大利亚站在西方返华的牌头,政客们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愈发地不加掩饰地介入正常的中澳商业合作。 上月,澳大利亚还悍然宣布撕毁一带一路协议。 如今,达尔文港的租赁协议也可能被澳政府强行中断。 澳大利亚这种契约精神需要付出代价吗? 南华早报4日分析称,澳政府可能必须用纳税人的钱给中国公司做补偿,此外还有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虽然协议签订后,澳有关部门表达过顾虑,但在美国表达愤怒后,围绕协议的争议升级。 南华早报称,如果澳大利亚这次在悍然撕毁协议,这一举动可能会危害该国的主权风险评估。 这一指标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借贷所需的利息水平。 此外,毁约必须将进一步损害去年逐渐恶化的中澳关系。 专家指出上月,澳撕毁的是不具约束力的一带一路倡议谅调解备忘录MOU,但这次不同。 毁约要付出经济和商业代价,专家称,这是商业合同,不像撕毁MOU那么简单。 达尔文大学商法学者加里克表示,双方都对租赁条款承担义务,最初的问题仅仅是在现阶段协议内的条约是否被履行。 如果没被履行,则可以遵循标准程序,例如不履行基本条款,来终止租赁合同。 但是,通过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来终止合同是极不可能的。 更有可能的是,通过商业谈判双方达成一致。 2015年,澳大利亚北领地NT政府与中国蓝桥集团签订了价值19亿元人民币的租赁协议。 足期为99年。 蓝桥集团负责港口运营。 此前30年,北领地政府一直在努力勤求联邦政府投资并升级港口设施,但都失败。 最终,北领地政府开始竞标。 蓝桥在2015年中标。 2015年,中企接手达尔文港后,美国便开始软硬兼施,游说澳政府,毁约。 一方面,美国将澳大利亚拉入对抗中国的五眼联盟。 2020年7月,双方还达成一个针对中国的绝密防御合作框架。 这个所谓未来军事合作计划的中心,就是在澳港口城市达尔文。 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美国和澳大利亚将以达尔文为中心,加强两国联合军事训练, 并以维护所谓航行自由,为明在南海举行定期联合军演。 双方还成立一个双边小组,协调印太军事联合行动中,有关硬件和人员部署等问题。 另一方面,美国还向澳政府承诺在达尔文大把撒钱搞建设。 根据澳美达成的北领地投资合资协议,美国将投资15亿人民币, 在达尔文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商业模式运营的战略性军事燃料储备系统, 以确保至关重要的军事供应链的安全。 美国出钱出力在达尔文港问题上极力挤压中企活动空间的真正目的, 正是要将达尔文打造为美、澳、日、印的四国军事活动的中心。 为了让达尔文港成为四国军事活动中心, 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麦克·马克建议, 澳政府积极主动协调外交政策。 排除风险,澳国立大学教授迪布则对北领地新闻网说, 主要的国家安全风险是中国的秘密监视活动, 特别是对军舰的监视。 在那之后,澳外长、防长、议员、智库人士等 便接连发出达尔文港战略威胁警告。 但南华早报指出,根据协议的规定, 南桥集团可能只是运营港口的商业部分, 且不得在没有政府的允许的情况下邀请海军访问。 北领地政府保留了港口20%的所有权, 对于关键人士任命的有发言权, 但不分享南桥集团运营港口的所得利润。 早在2016年, 澳大利亚国防部进行的一轮外国投资框架审查就确定, 该租赁协议没有安全上的过例, 且国外投资审查员、委员会和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也没有提出意见。 伽利克称,即使如此, 澳洲政府有权推翻这种协议, 中方也知道, 但终止协议并不是联邦政府的当务之急。 达尔文当地的贸易专家古比称, 如果协议被终止, 南桥集团有权索赔, 但是古比称, 保证充分赔偿很难, 联邦政府此前就比实际价值低得多的成本强制收购而闻名。 古比称, 这些反华的噪音是为政治目的服务, 无视国际后果。 他还表示, 澳大利亚的主权风险水平也将受到影响, 外资在和澳企做生意时, 戒心会更强。 无论气的是什么约, 是否有约束力, 最终受损的是澳大利亚的商与, 经济利益和国际形象。 就像澳方撕毁一带一路协议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4月22日所说, 澳方的政治操弄和无理行径完全违背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精神, 都在开历史倒车性质恶劣, 对两国地方企业合作信心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 受中澳紧张的关系影响, 澳洲当局显然将中澳正常的商业交易政治化, 试图以此作为对中方的施压手段。 尽管澳方尚未达成达尔文港采取实质信行动, 但路透社却发出警告称, 澳洲对该项目的审查或将进一步加剧中澳警战关系。 实际上, 中方近期针对澳洲的惩罚措施仍给其保留更大的回旋遗地, 目的是希望澳方悬崖勒马, 如果澳当局还没有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就不应该对达尔文港项目动手。 毕竟, 此举将会给澳洲在国际上的声誉和信用造成致命的影响, 更何况, 如果澳方真的走出这一步, 中方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届时, 新一轮更加淋漓的反制措施必将出现, 这对于澳洲经济而言, 将遭受的打击将会是更加致命的。 澳洲敢于对中国进行反击, 并不能说明该国能够扛住中国进一步的反制, 不过, 澳方受制于美国的压力, 不得不对中国进行一场反击。 堪培拉这种行为似乎对其邻国新西兰产生了某种影响。 据观察者网报道, 当地时间三日,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就中心关系做出表态称, 中国和新西兰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 但没有必要用这些分歧定义两国关系。 新西兰近期为了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不惜顶着巨大压力, 拒绝在五眼联盟的框架内发表涉华联合声明, 因此遭到其他成员国的围攻。 不过, 从新西兰此前做出的反应来看, 该国似乎并不考虑因此而放弃与中国的合作。 美澳等国的施压力度不断加码, 新西兰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也至于该国坚持发展对华合作的信心, 似乎正在开始动摇。 因此阿德恩虽然表明, 新西兰从未在中美之间站队, 只坚持本国利益的态度。 不过, 他随口又说, 新西兰不排除在未来仍会签署五眼联盟的声明。 新西兰选择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 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 并不说明该国愿意离开五眼联盟, 而新西兰做出的选择显然是其他成员所无法接受的。 因此, 早前有分析预测, 新西兰可能会因此而被逐出五眼联盟。 如果事情到了这一步, 可能是阿德恩当局无法承受的。 而澳大利亚在这关键时刻, 对抗中国的手段升级,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在给新西兰树立榜样。 因此, 阿德恩当局的对华政策发生转变, 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不过, 有了澳大利亚这个前车之鉴, 阿德恩当局不大可能愿意重蹈澳洲的覆辙。 所以说, 阿德恩近期的表态, 应当存在糊弄美澳的成分, 更像是在向盟友传递一种信号, 即新西兰并没有向中国示弱。 新西兰今年1月与中国签署了升级版自贸协议, 这对该国摆脱经济的困境而言, 是至关重要的。 更何况, 澳洲强硬的对华政策, 事实证明就是对本国经济的一种自残行为, 除非阿德恩与莫里森一样不明智, 否则, 他会想办法避开这种政治漩涡的。 所以说, 阿德恩为了所谓价值观继续挑衅中国, 可能性并不很大。 对此, 政客网站国际分析师米勒说, 阿德恩的讲话似乎经过精心设计, 只在转移对华政策上遭受到的来自盟友的批判, 同时也表示, 新西兰仍在坚定地推行其不站队的独立外交政策。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